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三说,我是主持人一山 那么在香港当一名心理学家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在香港面对这样的很多心理问题 和在欧美国家进行这样的心理咨询的工作 面对的群体和问题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今天我就请到了我的香港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同行 龚安彤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来看看他在香港职业的一些酸甜苦辣 他在香港职业的一些心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龚博士您好,非常欢迎来到一三说 你好,你好,医生好 你好,我知道您现在在香港那边职业 您自己也是临床心理学家 能不能先跟听众们介绍一下 您自己现在在香港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没问题,我现在是在香港的一家 这样的一个私人的一个诊所 主要是负责儿童和青少年 还有一些就是在大学 在读的这种孩子啊 然后青少年啊,或者一些青年啊 这种看一些心理咨询 还有一些评估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诊所呢 主要是面向当地的一些国际学校 所以很多的这种转介啊 都是从当地的一些学校来过来的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就是 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年轻人啊 然后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啊 或者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他都会来到我们这样的诊所 这是我的其中一部分工作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就是在那个香港大学 做一个博后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工作 我现在手上其实主要负责的一个是 自闭症这样的一个干预项目 是和深圳大学合作的 比如说是两岸就是整个大湾区 他们有一些很深度的想要了解 自闭症的干预啊 自闭症的一些引导啊 然后来辅导家长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研究 所以在大学的这个部分呢 我主要是负责这个项目 对 整个我去把时间分配到两个不同的领域 对 对对 听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一个是真正的临床的很多心理问题的干预啊 和评估 再就是自闭症这个专门的领域的 更多的一些研究工作 都特别的需要 对两部分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吧 就是等于说在研究的部分 然后做一些真正研究的一些 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可以在临床上面可以使用起来 我就是觉得两部分都同时花一点时间 也是蛮好的对自己一个成长啊 对这种积累的一个过程吧 嗯嗯 是的 对我知道您之前是在英国受训是吗 对 是是 我之前是在 UCL伦敦大学学院 对 做了这个 整个临床的受训 都是在那边的 嗯 那么当时毕业之后是 为什么会想到要去香港 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 对 当时其实考虑的是 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比较纠结 想要是留在英国会比较好 因为当时是受训的三年都是和当地的一些公益院 公益的机构整个做一些实际的这样的工作 其实比较熟悉 而且英国的整个的这个心理系统 它其实比较成熟 做一些督导啊 一些训练 包括一些研究 其实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设备吧 有一些很好的这些人脉啊 但是某种意义上 还是想要多多少少慢慢的做一下 比如说华人啊 中国人啊 或者亚洲人这些群体 在英国多多少少 还是没有这方面太多的这个机会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完完全全回到国内的话 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不够成熟 或者说怕一下也完全适应不了 所以当时就想找一个中间点 可能香港正好是 正好是契合了这个中间点吧 所以正好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然后证所也给了这个机会 所以就来到香港 当时也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到了之后 发现还是还可以跟自己想象的差不多 对 这个我其实也很有同感 因为我当年也是想找一个中间点 就就来到了最近山湾区 这边华人多 又是美国的系统 非常相似 那么您在香港职业一段时间之后 感受香港那边职业和英国那边职业 有有什么非常大的一统吗 我个人其实是觉得就是 因为在英国我当时是在一些公立的医院 还有诊所 其实在香港这边就是完全 其实是私立的这种机构 他们本身公立和私立的之间的这些不同 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 你会发现其实群体的种类 然后你接的来访者啊 整个的这个 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呈现的状态 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会用可能不同的一些 不能说是方法吧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也自己也需要一些调整 然后当时在英国呢 其实英国当时他们的这种临床的文化 其实是从 他们其实并不推崇诊断 他们其实逐渐的想要移开DSM 移开那种诊断的系统 想要更多是看这个病人呈现的状态 呈现的症状是什么 但是在香港其实他某种意义上 还是以一个诊断为主 就是会 说白的就是会可能给一个诊断 比如说自闭症 或者说焦虑 或者整整这种 他并不会整个的去描述这个孩子 或者这个病人 他具体的有哪些症状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 在坐临床的时候 或者跟同事沟通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不同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文化的不同啊 这些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 其实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不同 所以有的时候在和 比如说case presentation啊 讨论的时候啊 这种会有一个落差 但现在慢慢的也在适应中吧 所以就是根据您的受训背景 可能描述的现状会比较多 其他人用这种诊断的语言会比较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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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能 而且可能因为也是文化的不同 大家对咨询和咨询的结果 可能就是这个预期也会多多少少不同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需要调整的 而且我之前在 而且其实某种意义上 香港的 我自己看儿童的比较多嘛 那这个父母的部分 父母的背景 父母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的预期 在英国和在香港也有不同 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中需要去调整 提到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也是从跟大部分的 这个非华人群体工作 学习 然后慢慢的到我真正自己开诊所的时候 是见到了非常多的华人的群体 包括见儿童青少年的时候 也会有华人的家庭 所以我也比较好奇 在您自己的工作当中 在香港的时候 真正能够服务到很多 这个亚裔群体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让自己感觉到比较难适应的 或者比较冲击性的 去需要去重新调整的这种地方呢 刚才您也提到有很多各方面的事情需要调整 那我在想文化这个方面 可能面对不同的群体需要调整的也蛮多 对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隐私 它这个部分 其实是 因为我们面向孩子 那其实原来在英国 如果说比如说15岁14岁 虽然他没有到得完全的一个隐私的这样一个年龄 虽然没有像是16岁或18岁 你不需要告诉家长 就在那个时候 因为孩子已经不渐成熟了 我们其实是尊重孩子的这个隐私的这个权利的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需要跟家长说的 但是在香港这个环境 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某种程度上 家长是非常的好奇的 你具体的跟我的孩子聊了什么 他们就会不停的可能去 去暗示你啊 或者希望你可以透露更多 这个部分其实是慢慢需要调整的 但是虽然就是我们要尊重这种隐私 但某种意义上 家长去大概去了解孩子的一些状态 可能某种意义上 在亚洲这种家庭也是好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去调整 去重新的去想要 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会比较好 这个是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 其实我还是以孩子青少年来举例子 就是他们对于心理咨询的这个意义 其实有不同的理解 那在英国可能会 就是我的孩子有一个 这个情绪不好啊 或者沮丧啊 或者焦虑啊 这种他们其实是 很希望你去解决这样相对应的问题 但我在香港遇到最有趣的 就是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写作业 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就是这种 这种很具体 但是好像听起来又不是特别相关的 但他需要你解决 但是某种意义上 好像又跟他的这个 没有动力啊 有一点关系 所以你要去让家长去理解之间的联系 然后从而让工作可能更容易的展开吧 就是这些很基本的一些一些不同 对 对 都是特别好的点 因为我自己有感慨 就是以前回国 在国内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是感觉好像很多家长都是冲着 哦 我孩子的学习 怎么能够变得更好 让他们的学习动力更高 能够写作业 能够听话 能够成绩上升 反而对心理这块的关注 不是很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 但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踏脚石 可以让孩子学习变得更好的一个东西 没错 没错 他觉得这是一个媒介 然后而且我在香港听到很多的一个词 其实可能在美国也是 像我来说 但是我在英国其实蛮少听到这个部分 就是执行能力 就是跟那个多动症 也有一部分有点关系的这种 就是他觉得执行能力 我的孩子需要提高 然后从而他会更加的那个有条理啊 更容易去写作业啊 更专注啊 这种就是完全可能跟学习 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这些部分 家长会更关注 而不是本身情绪的本身的这些问题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这种 Cognitive Functioning 这种认知能力相关的东西 对对对 没错 就是偏行为导向吧 可能 对 确实是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这个 是 家长们的这种 自己的一些焦虑吧 感觉 是 投射在孩子 对 投射在孩子上 然后希望孩子努力听话 而且我不知道在香港 会不会看到有很多家庭关系的问题 在大陆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在美国的华人当中 家庭当中也会有很多 就是家长Push孩子 Push的很厉害 那整个家庭关系太紧张 家长只盯着孩子的行为啊 好不好啊 学习啊 好不好啊 一定要努力得上疼孝啊 比如说在美国这边 所以家庭关系非常的差 我在这边很多青少年有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香港这个问题 香港也是多多少少 香港其实 家庭的种类和方式 其实上来说比较多 就是如果说完全的亚洲的家庭 亚洲的这样家长 其实像刚刚一山刚刚讲的这个 其实家长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 然后可能比较学习导向 希望孩子可以 比如说 小学上好小学 中学上好中学 然后 高中就可以上一个 那个boarding school 这种绩效 然后大学可以上好的一些 美国英国这种学校啊 这种 这个是很普遍的 从而给孩子很多压力 然后孩子又会 对这些压力啊 或者期待啊 内化 从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问题 然后另外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 就是香港有很多这种 多文化的这种家庭 就很多孩子 他其实是混血 那一部分的家长是 就是expects 就是外国来香港工作的这种 外国人 然后当地 这种其实某种意义上 会家庭多少少 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问题 不能说问题吧 就是特色 或者说从而 因为这些特色 从而引起来孩子的一个 对自己的认知啊 对自己的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了解 然后 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就是也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 然后以及想要继续去 不停地探索的一个部分 就是对于这种不停的 可能是不同多文化的孩子的背景 然后香港这边比较多的也是 就是很多孩子是从 小的时候是 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啊 就是小的时候 可能是在美国出生 然后 小学的时候来到香港 然后中间又去了日本 然后这种 有很多很多的不停的这种变化 传辑神 然后从而导致了一些 性格中的特点吧 或者这种情绪多多少少的问题 对于友情啊 然后这种长的这种关系 都会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所以这些 都是比较有意思的特点 那这些肯定也多多少少跟家庭 然后想家长怎么去摸合 怎么去领导有关系 对 真的是听起来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文化 很多的这个因素需要的考虑 确实很有意思 感觉在那边职业 自带他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挑战 对 自己的一些有趣和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都有 对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替其他的同行们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学弟学妹们 好像有考虑过以后要不要去香港 工作 那么对于这些同行们 不管是在什么level 那么他们如果想要考虑去香港职业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拿到过执照 那你那边对他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其实是 就是香港这边其实主要是分两类 一个是在香港当地这样受训的这种 心理工作者 然后还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在外面 比如说在国外啊 英美啊 或者澳洲啊 其他的这种欧洲啊 或者大陆这种受训的 他们其实是分两类 如果是在当地这样受训起来的话 很多程度上 大家是希望去在当地的医院 然后这种政府机构去 而且会相当说比较有机会 但是如果是在外面受训的话 其实我是建议去更多的去看一些诊所 看一些其他的这种社会机构啊 或者这种社团 这种其实同样跟公立或者私立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对于你来访者的数量啊 质量啊 其实都可以考虑 但是我其实比较建议的是 在香港的工作 尤其是在诊所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 你会发现并没有 就同事其实都是比较的 大家关系都非常好 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是 多多少少都是独立的时间 所以你要需要很多的时间 去自己去积累 然后自己去看一些东西 去参加一些不同的这种 就之后的培训 要一直不停的给自己一些输入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 社会的这种机构啊 或者就是跟心理相关的这种社团啊 可以去加入一些 会有不同的这种新的信息 他会发一个email给你 这种其实都可以 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去参与到其中 这些都是不错的 嗯 对对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 就听起来要去之前 可能多做一些这样的研究啊 了解一下呀 看看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然后提前还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是是 这样比较独立的 要自我鞭策的 主要是要靠自己去驱动的 自己去找很多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自己去安排自己 然后督导的时间啊 去给自己腾出时间 去做一些其他的培训啊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就可能会再重新再做一些 比如说DBT啊 或这种特殊的这种训练 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边香港其实这种机会蛮多的 线上线下都会有 但是你需要自己去花时间去找 嗯对对 其实美国这边我们独立职业 也是类似的 我自己也有 嗯因为执照要求 每两年你要有很多 继续教育的学分 嗯 正好有这样的硬性要求 那这里面就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学很多 像我自己也重新把DBT 也review了一下 嗯 还在考虑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更多的去进修 我觉得我很多同事 也都是在这个样子 嗯没错没错 都是慢慢去积累 对吧 对积累还真的是很重要 我真的是 我觉得心理咨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 就不同的有新的东西 对 对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如果香港当地有一些听众 想要找您去做咨询 那有两个问题 就是大概什么样子的困扰 比较 您比较这个擅长接诊 另外就是如果他们想找您咨询的话 一般什么样的方式联系 你会比较方便呢 是 我这边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 那一部分就是跟我港大的这个研究有关 就是关于自闭症的 或者说其实不懂 不懂程度的那种 就是包括阿斯波哲啊 或者高功能啊 或者相当来说 其他的一种不同的level的自闭症 各个年龄段的我都会看 不仅仅是诊断 还有一些关于成熟交往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social skill 这些部分我都会去参与都会去看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做这个不同年的这种评估 孩子啊 然后青少年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另外呢 其实我个人是对抑郁症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危机干预会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这个有这些危险啊 自杀倾向啊或这种 如果是相当来说比较严重的这种 我也都会接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疑忆症 焦虑症 然后还有其实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创伤这种 我也会特殊的去看比较感兴趣 也比较擅长 所以在这些方面如果有需求的朋友的话 可以联系到我 哇都是都是非常challenging的 一些case 那么听起来自闭症方面就是不光是 你那边不光是可以做一些诊断 也可以做一些干预 是也会做一些干预 因为其实诊断只是第一步嘛 其实大家诊断的这种 这种resources其实不少 但是真的诊断之后的这种干预的部分 其实尤其是对于相对联系比较大的自闭症患者啊 会格外的少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团体的这种活动 然后特别去训练一些社交的这种方面 所以如果这方面有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过来我这边 对 那太好了 对 那么其他儿童青少年的评估 是不是是指比如说要诊断学习障碍啊 这个多动症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学习障碍多动症自闭症 然后还有语言这方面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诊所其实也是像一个小型的 我们诊所也有这个语言治疗师 然后这个OT 然后其他的不同的这种也都有 如果所以说其实评估之后 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这种需求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内部的这种转介 都是可以的 那太棒了 非常开心 知道香港有你们这边这种特别好的资源 谢谢 那之后您的联系方式 我可以放在我们的视频和音频的节目下方 如果观众们或者听众们想要联系你的话 就可以去那里找到您的联系方式 对吗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是的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随时通过email来联系我 都是没问题的 嗯 好 行 那非常感谢龚安通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聊得出租 嗯 谢谢一山 谢谢一山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很高兴 没见可以可以在节目上再次连线 嗯 对对对 谢谢分享 对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嗯 好 再会再会 好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一三说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收听观看转发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在YouTube频道上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Spotify iTunes 等各种频道找到我们的音频视频 心理科普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收听 欢迎订阅收听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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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